刀斩风 剑切云 纷纷扰扰断风云 此为邪帝三大神迹第一势 一经使出天地之间瞬间充斥刀海剑浪 翻江倒海风云变色 就是天空无形的风 有形的云也会被刀剑湮灭斩断 顾名纷纷扰扰断风云 上回说到放下复仇思愿的问天 秉持旧事之心 实力再次得到提升 剑决与天经配合的丝丝入扣 战发凛冽的正气猴光指导邪帝 这一次他终于成功使出了光耀众生 面对恍如烈阳的橙色光滑 指此双目 邪帝早已知晓此招剑光能令人失明的威能 二话不说以星宿节向前猛然递出一剑 正是三世剑法的一剑藏空 一瞬间浓烈磅礴的剑气 似将面前空间割裂撕开 光耀众生的光芒竟无法接近邪帝分好 眼见自己最强招式被破解开来 问天眼神一礼 运使全身内进再次狠狠灌入天晶 光耀众生的第二波威力瞬间爆发 无数剑气光芒沿着复杂的轨迹 分析邪帝周身空隙 无孔不入 电光石火间 邪帝身形一拧 刀剑骑尸 行云流水般交错批出数十下 精准无比地将天晶剑光全数卸挡击飞 伴随两人交战中心 一道晨光巨浪暴散开来 被击飞的璀璨剑光折射黄陵四方 如同要摧毁万物般将触及的剑主崩塌毁碎 被殃及持余的围观众人纷纷各持神兵利器 抵挡来世剑光 一时间场面混乱至极 就在这时 只见反压光耀众生的邪弟怒吓一声 改手围攻骤然 祭出石刀破击 恍似永无止截的石刀 巨大刀器拔地而起 往四方八面延伸砍皮而下 所过之处裂土分石 建筑进阶化为击粉 发出的刀器犹如脱江野马 疯狂往前奔驰 从一尺延长至数十丈的距离 肆虐蹂躏刀芒所向的每个角落 石刀破极势如其名 一经使出速度力量 距离的极限都在这石刀内无复存在 等待剑光刀器逐渐消散 但见凌空出招的问天 已经回落地面 手持天经仍不断与邪弟硬贫交锋 各不相让的两人 以剑刃刀锋互斩树石下 或紧浑身解数的问天 被震得重伤可血 表情异常凝重的邪弟 似乎也不好受 而此时 一直站在远处观战的宗主 以强横无比的内力 将属性阴邪的势魂 脆得通红炽热 同时身形一闪 祭出九幽名空霸猛 轰向邪弟背门 先前邪弟 趁宗主提问天解为针对出手 如今宗主也要趁他 稍绝吃力之际发动突袭 已经错过此招的邪弟不以为然 扭转身形一剑横猛 再次施展万剑归猿 回击宗主猛招 万剑归猿剑气绕棍施压连破八棍 但强猛的第九棍 却硬破剑势 宗主怒吼一声 这才是九幽名空霸的真正威力 蕴含九幽地气级是魂邪能的五匹重击 狠狠砸在邪弟面门 声势浩荡的棍劲 将邪弟整个人抛飞出十数杖之外 直将地面离出一道巨大沟壑 放才停下 你这一棍只是令我有点麻痒 以为这样就可以击败我吗 冷笑不已的邪弟 挣扎起身轻抚脸颊 一触之下 邪弟突然骇然失色 只见邪弟脸上的蛇纹 不知什么时候转化成片片古怪的蛇灵 自己明明已经变成了一个完美的人 怎么还会有这种曲线 惊叉间 邪弟料定是一事被众人干扰 才会让自己变成一个不完美的人 怒意直达顶点 单手举刀直面众人 全身气势不断凝聚 一股令人心悸的压迫感 笼罩整个黄历 剑势灵巧 刀众刚猛 大拙反驳 一刀足矣 只见邪弟单刀朝天 整个人凌空悬浮而起 无尽刀器应运而生 割破地表 贯穿土层暴射而出 方圆树杖彻底被刀进笼罩破坏 所谓绝空 正是灭绝所有空间 叫敌人走投无路 任凭宰割 且看你们可接得下我这一刀 浮于空中的邪弟凌空一跃 由四人刀合一 君林问天宗主二人上空 以最简单直接的刀招 写着无与伦比的近例 一展而下 刀室还未到达 以让木器深沉的陵墓 骤然间大放光明 心知此招乃纯力量的比拼 宗主问天同时怒吼出声 扩尽全身功力 祭出九幽名空霸与天惊剑绝 合力举兵迎上 一声震耳欲聋的战力巨响 纯遍四方 一刀绝空有剑无退的威力 赫然更在两人联手之上 宗主急问天双双被刀进反阵弹飞 宗主以示魂筑地划出十数掌 方才勉强稳住阵脚 而被阵的倒地划行的问天 却被邪地穷追不舍 一刀绝空的尽力 肆无止境 邪地厉声怒吼 再次一刀斩落而下 这一刀之威 足以将问天的身体斩成两半 就在众人都为之惊呼失声之时 邪地原本是如破竹的一刀 竟然彻底落空 生死瞬间 问天使展出了天经剑绝第七世 电闪雷轰 只见问天宛若化身十数人 携带着电流漫天急窜藤月 踪影不定令人难辩真伪 这一次问天终于领悟了 电闪雷轰剑绝的真正傲义 电徐缓慢 度日如年 一日三秋 剑式身形要快似闪电 相反内息却要舒缓平畅 如此方不致内气失控走火入魔 成功施展电闪雷轰的问天 身形快似精雷 天经剑锋以急电般的速度 不断刺销地出 龙龙巨响中 一道道雷霆之力如暴雨倾盆 对斜地席卷而至 将整个空间笼罩其中 而此时一只稳聚原地的斜地 忽然彻刀为剑 以星宿结一剑横空 万剑归原的无尽剑气狂涌而出 与问天的攻势缠绕不休 电闪剑士中携带着震耳欲聋的雷响 被干扰许久的斜地 再无法忍受怒喝一声 将雷鸣声尽消敌去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宗主也猛然隆银一声 摆出视魂晴天的架势 浩瀚无穷的九天之气 穿透时曾及张河 自穷顶渗透而下 源源不断地汇集于宗主身上 此招正是二霸另一猛招 九霄雷霆霸 宝纳九霄天然之气的宗主 两脚重重踏地 身形如离弦之剑 内力一刷运转地增 当加速达到第九次时 功力已跃升九重 拖曳着雷霆进气 最霸绝的状态直冲鞋地 与问天缠斗的不可开交的鞋地 毫不示弱 手中就风挥斩而出 借出一刀绝空 以重捉刀士应付宗主来攻之势 能同时应接这两大高手的人 普天之下绝不超过五个 九首必师 以一敌二的鞋地 逐渐落入下风 万剑归原剑气 终被天津瓦解突破 问天身形如电 天津剑锋 及格鞋地腰间 在两大强者夹击下 鞋地首度挂彩 交战两久 问天与宗主 对鞋地的招式速度及力量 都有所把握 二人吸领神会 施展合机阵势来回飞驰 不单把鞋地的活动空间限制 彼此电竞更相互激荡摩擦出 更强大的尽力 包裹兵器及全身 并实力得以短暂提升数倍 两大招式 犹如冥冥中有所观念般 互为掩护弥补不足 攻守间再没任何漏洞 速度 尽力 气势都到达巅峰境界 唯一能形容此浑然天城矿式奇招的 只有两个字 完美 天经迅猛 是魂陈雄 两人招数速度与力量配合的 思思入扣 依旧以同一招式应付的鞋地 此时方爵行事不利 却已派斥了 鞋地百多年来 刀剑双修 似乎并不如他所说般完美 随着一声怦然巨响 破绽大陆 应接不暇的鞋地 被宗主问天 两人同时轰重 倒飞倒地 持续处于下风的鞋地 重新挣扎起身 脸色阴沉似水 但眼神却愈发凌厉 沉声道 在我眼中 你俩的配合 顶多只能叫颇为厉害 距离完美实在太远了 完美的定义 就是毫无破绽 拥手以为的完美 在强者看来 根本破绽百出 我的三刀三剑 针对不同对手 对一般人而言 已是完美无瑕 你俩却非寻常之辈 所以能用所谓的完美招式 去破我的刀剑 可惜 在我眼中 你们仍是处处漏洞 接下来我的这三招刀剑合一 你们将无法找到任何破绽 借我完美的第一招吧 说完 一股前所未有的刀剑 气势流转全场 观战者亦受到波及 不由自主的心跳加速 五内翻腾 所有人心中都忽然生起 无法言喻的恐惧感 而这股力量的源头 正是那玄天斜地 纷纷扰扰断风云 但见斜地断鹤一声 身形拔地而起 手中刀剑骤然起斩 瞬间天上地下 尽是刀浪剑海 由此在割裂虚空 交织在一起 必无可避 本已占据上风的问天宗主 同时招式被迫 倒飞而出 斜地刀剑神纪尽力 势如破竹 穿透土层 引得五帝黄陵地表 剧烈晃动 林木被震得连根拔起 铜在黄陵上方的张河河水 也被震得翻腾乱起 无数犹豫遇遭震死乱飞 先前多番激战 在灵壁内留下的 窗痕不堪水势压迫 一一扩大崩塌 河水自多个缺口清理洒下 水淹整个黄陵只差凿瓦而已 黄陵内的斜地 向前奋力一跃 急功宗主 揉剑钢刀相互配合 速度尽力皆达至画景连环不断 无从闪避的宗主挥舞弑魂格挡 同时祭出罗刹战铠护体 却被瞬间劈得战铠粉碎 吐鞋倒地 眼看宗主请客间已受重伤 问天池天晶严防死守 但斜地刀剑迅速合拢 化成锥饰 如鬼魅般猛轰问天心砍 问天心痛如脚跌落地面 与宗主两人转瞬被侵入黄陵的河水吞没 河水浪头于是未减 挟着刀剑尽力席卷权领 围观众人仗着兵器 勉强把气劲荡开 但无屏障躲避的两头鞋 被刀器贯穿惨死当场 三大神迹指出一招 就以具备翻江倒海之力 要毁灭黄陵对于邪地一如反掌 纷纷扰扰断风云 此招若是在地面施展 就是天空无形的风 有形的云也会被一刀两断 黄陵内水淹四野 率先浮出水面的宗主遍体鳞伤 永不言败的他 此事业已经无力再战 邪地自嘲今天以后 天下间已再无自己敌手 身旁一道绿光突然破水跃出 只见问天口角一血 本该被魔兵贯穿的胸膛 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晶体 关键时刻 天晶自发化出结晶护中 这正是问天得以暂时保命的缘故 回到战场的问天 以压顶之势 重新对邪地扑杀而至 运势天晶只攻不守 误求突破下风 快与闪电 邪地却始终自在应付 尽力更反压问天 片刻之间 问天周身已被救风刀刃 砍中十数次 惊诸其力一次次的凝聚结晶 为问天抵御杀招 但九宫之下 其力也抵御不住消耗 问天饱受冲击咳血不止 再也无法支撑 生死村亡间 其力被逼至巅峰 与吃油对战时的结晶绿臂再现 问天拼尽全力 把一切堵在结晶绿臂的重拳上 怒喝失声 凶狠的一拳砸在邪地脸上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邪地被轰得闷出一大口血 身子不由自主打个亮枪 百年前 我从没收拾不了的对手 如今也一样 邪地勃然大怒 祭出一剑藏空 直刺问天前凶 凶猛剑气透体而过 问天在无还手之力 划出树杖脱力倒地不起 还为气消的邪地纵身一跃 对问天一斩而下 刀起临身 尽力已经将所有结晶阵溃脱散 眼见在没掩护的问天 即将命丧刀下 邪地疏然刀身震战 在最后一刻停下动作 就在众人惊疑之际 邪地突然痛嚎失声 面上的蛇形斑纹 像有生命般成长摆动起来 犹如一条条毒蛇 要独立离开 快将他的面堂撕裂 邪地想起一事前问蔡所说 叔叔 我要哥哥和阿勇跟你做好朋友 不用打架 邪地猜想是问蔡 在怪自己不信守诺言 虽然恨不得杀光所有人 但自己已经欺骗过问蔡一次 绝不愿再违反第二次 心态逐渐平和的邪地杀气尽销 脸上的异状也随之恢复原状 看了眼中人 邪地命令幸存的邪道蒙人等跟上自己 同时身形沉入水中 消失不见 见邪地离去 卓不凡让火凤凰利用神兵 亦能把河水分开 将沉入水中的问天救出 此时漂浮在水面的宗主 也恢复了些许近力 挣扎其身 打算尽最后的力气与问天追结邪地 然而这时 整个五帝黄陵的河水开始剧烈抖动 伴随着一阵阵轰鸣声 如同被煮废了伴 但见神奇建筑从内片片分离 开始解体 底部水中忽然冒出一个巨大黑影 赫然是一艘类似船只的东西 但它却悬浮半空 这不属于人世间的神奇异物 正是女娲大神的御用行宫 女娲星茶 宗主料定邪地一伙就在星茶里头 拿上天珠请客进入无心直射境界 欲要以天珠第六剑将女娲星茶击落 问天也全力跃起 让前者赶快射箭 宗主心领神会 镇臂一松 天珠第六剑已经射出 直奔女娲星茶而去 剑矢急射途中不断牵引河水 吸取吐石 逐渐凝聚为一根长鱼两丈的巨剑 先行起跳的问天刚好踩在剑身 星茶飞临刀肿剑持上空 一声低沉威严的声音随之响起 醒来吧 剑中之皇 剑之中一个由万剑组成的剑球 腾飞弹起 挡在问天与剑矢之间 球上的上万利刃如雨点般围剿 袭刺而出 将天珠巨剑从头至尾 削割砍碎 然而天珠第六剑并未受任何影响 依旧以雷霆万军的势道指导前方 却见一道阳剑斩翅的身影 迎向天珠剑矢将其披落击溃 这个人正是为求成为剑中之皇 不惜舍弃作为人的一切 在魔珠引导下与万剑合一 转身成魔的铁心 铁心手上魔兵名为无望 剑身宽敞 剑饿似一个女性躯体 欲指铁心今后 将以女儿身来夺回失去的一切 魔兵无望拥有模仿 其他兵器异能的特性 面对夺去自己一切的问天 铁心愤而挥剑一展而下 问天伤皮之身一剑也承受不住 当时惨败坠回皇陵 也许是身为剑皇的骄傲 击败问天后 铁心也没有成胜追击 转身进入女娲星察 与鞋弟等人一同离去 旧宫惨死 问菜昏迷被掳走 无庸此时愤懑不已 怒斥宗主 所有的悲剧 全是宗主望自尊大一手造成 自己永远不会原谅 从今以后和宗主断绝父子关系 宗主也未做任何辩解 因为大错 确实由自己著成 怀着毕生最大的挫折感 宗主也黯然离去 回过期来的问天子水中扑出 想要对铁心解释 彼此不是兄妹 但已经没有机会了 星察带着鞋弟 问菜 铁心 牛郎 骨柔 道骨及济师远去 此一群雄中只有问天 宗主 吴勇 铁胆 神算子 及火凤凰能全身而退 但问天失去妹妹 吴勇牺牲救公 铁胆死了情人 火凤凰及神算子与儿女诀别 所有人都成了失败者 此后 鞋弟为了弥补愧疚 决心救醒昏迷的问菜 江湖传言 神浓齿在北明学手上 星察非临北明世家 却找不着北明学及神浓齿 鞋弟一行人 遂血洗了北明山庄 四大事家帅先毁了一脚 鞋弟的残暴惹起公愤 武林中人 纷纷奋起对抗 但都成为要印证 剑皇实力的铁心剑下亡魂 星察搜索 神浓齿的数月间 沿途失山血海 百年前的鞋弟 丛林人间 正写两道 皆无对抗之人 整个江湖陷入无尽的绝望恐慌 便寻神浓齿不惑的鞋弟 遂昭告天下 星察将在三个月后的正月十五 将临天帝蒙总坛 接收神浓齿 同时当日亦是给予江湖中人 表态的机会 不管黑白两道如何设法 若不在那天献出神浓齿 或向鞋弟投诚 就会被视为鞋弟的敌人 等待被屠杀的下场 神浓齿却一直不知所踪 不愿屈服者 唯有把对抗鞋弟的希望 放在三大世家之上 但西城世家始终对鞋弟的事情 未做表态 是战事祥不得而知 武林人士的目光 便放在东南两大世家 向来爱权的东方雄之道 鸡不可施 在南宫无畏父子协助下 趁机吞并了东方世家 东南两家合一 声势实力如日方中 问天作为天经神剑的拥有者 在东方雄等人的策划下 武林中开始出现 奉南宫家 为反邪弟盟主的呼声 无力救出问菜 数月来问天深深自责 意志消沉 南宫世家遂举行家族会议 游说问天担任武林盟主 东方雄一铁心屠戮 无数江湖人士 如今已经成为武林公敌 唯有让问天来担任武林盟主 把处置铁心的主导权握在手中 方能保住其性命为由 成功说服问天 问天同意出任武林盟主 但有一条件 就是广发喜铁昭告 整个武林 在盟主登位大典上 自己将会以天经和南宫家主之位 作为聘礼迎娶铁心 请兴慌还是兴奋 你说明天要走更远 不想人生留下遗憾 小的地方人更有尊严 活出个样子给自己看